欢迎来到量子力学节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9月25日 这个中国大陆 一般认为大概是在海南岛附近 发射了一颗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然后射到了 大概是下了威夷的南部的海域 那一般认为 这个应该是东风31AEG 就是31的加强版 那而且是一个全射程的射击 所谓全射程就是 它是真正的走过 大概11500公里 这样的一个射程 那因为以前 中国大陆如果是射洲际导弹 都是在国内 那它可能会射高 然后再去计算总仓 那全射程的射击 前一次是在1980年 东风5的试射 那距离已经44年了 所以当然就令大家感到好奇 为什么44年之后 在2024年 那中国大陆做了这个动作 而且因为它是31AEG 那一般认为它是机动式的 所以并不是从发射进 发射的 而是机动的 所以至今为止 还没有人知道 它真正的位置 那这个落点大概 辽宁舰也在当地守候 所以基本上准确落点 那这一个试射的动作 引起了美国 坦白讲我认为它是相当的 这个震动 我认为未来一定会引起 连锁的美国有关亚洲 这个政策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估计 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标题 叫东风威慑美国 改变亚太博弈 这个亚太博弈 我认为在未来几年 你就会感受到 美国在调整它的亚洲的布局 这个大概就是 东风31 那你可以看到 大陆国防部 上公布这个新闻 它非常的低调 用的字数也很少 大概就只有讲这个 说像太平洋海域发射 一发洲际弹道导弹 那这个是一个 年度的军事训练 例行性的安排 其实它不是例行性的 因为过去的话 并不是用全射程这样射 过去都是在境内 已经44年 有效检验武器的装备性能 还有部队的训练水平 提前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 一般联合国武昌 都是拥有核武的国家 那他们互有默契 通常会跟这个武昌 做通报 所以中国大陆应该事先 有跟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做通报 这个准确落入预定的海域 那你可以看到最左边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那个发射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支架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它这个发射是非常激动 那本身就具有支撑 它并不需要另外来用支架 来当做这个撑托 它就直接就可以撑起来 然后就可以发射 所以这个机动性非常的强 非常的强 那这个就是一般媒体的报导 就是大概画了一条线 说落在了法蜀 玻璃尼西亚的附近 那射程是11500公里 大概是这样 那以前都是从海边向内陆射 那这一次是全射程 那中国大陆并没有公布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型号 可是一般人估计 从它的这个导弹的外型来看 应该是东风31 那AG型大概是这样 那美国立刻表示 他有收到通告 而且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回答 非常有意思 美国国防部是这样回答的 他的副发言人Sabrana Singer 他说收到了中方有关 这是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提前通知 然后他说中国的举动 代表了常识性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那希望看到这类型的通知 可以继续下去 然后他又说 这是朝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 可以确实防止任何误解或误判 这个我想出大家意料之外的是 美国的国防部 并没有就这个新闻来做贬益 通常如果美国的对手 做了任何武器的军演 那美国认为不太重要 或者是比不上美国 美国通常都会酸一两句 可是你可以看到 五角大楼的副发言人 他对这件事是非常平时的面对 而且还肯定中国大陆提前告知 这样的措施 说是一个正确方向 可以避免误判 所以这个回应 很耐人寻味 他大概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感谢中国跟美国 能够在这个军事互信机制上 能够确实的落实 那第二就是中国大陆这一枚洲际导弹 坦白讲来势汹汹啊 美国也不敢轻忽 那到底他在战略上的意义 那美国正在做严谨的 事后的一个推估 那基本上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应 那基本上日本啊 他立刻提出抗议 日本说他并没有被告知 这个蛮奇怪的 美国哪里有必要告知日本啊 中国大陆也没有必要告知日本啊 因为这个弹锁点距离日本那么远 而且这样的一个洲际导弹 它在发射的那第一时间啊 它迅速就会超过领空100公里 通常会超过150公里 然后进入150公里到400公里之间的太空 然后就它速度非常的快啊 可能平均的射速啊 是超过6马赫啊 那听说在 要掉落 就经过太空要进入领空的时候 速度是超过10马赫 那甚至到最后那一瞬间啊 最后那几百公里的时候 那速度可能啊 还会超过15马赫以上都有可能 所以这样的一个洲际飞弹的发射 通常对于周边国家 除非是因为有这个火箭的掉落 所以中国大陆是透过海事单位通知了菲律宾 那基本上中国大陆 它的计算也是相当准确的啊 就说可能会有一些 固态燃料外壳啊 火箭的掉落 会掉落在菲律宾海附近 那请菲律宾那个时候不要在周边活动 可是坦白讲跟日本是完全没有关系啊 因为日本后来感到有点尴尬 因为日本不知道 结果就在9月25号当天 日本的军舰啊 连同澳大利亚跟新西兰 就开进了台湾海峡 那这坦白讲跟这件事无关啊 基本上日本是在 对中国大陆在日本海域周边 还有这个空域啊 经常在附近活动 来做一个反制的举动 基本上跟这个洲际导弹无关啊 可是日本感到非常尴尬 因为他不想让人家觉得 好像他这个军舰开到台湾海峡 是针对洲际飞弹而来啊 所以他感到有点不悦啦 就是美国并没有告诉他 那这个型号一般估计是31AZ嘛 全地形无依托免预设阵地的特点 那也就是说他的机动性很强 可以使随时随地 只要他的这个托运车啊 能够平顺使道 然后找一个 一个可以发射的地形 他就可以使用 他并不只是抛物线 他在最后的时候可以进行曲线 还有蛇形机动 所以坦白说是非常难测 而且他可以至少带三枚核弹头 所以当然让美国不敢轻忽啦 因为美国事实上很清楚 中国道路在东风3-1之后 已经又做出了东风4-1 那东风4-1它可以携带的核弹头 应该将近10枚 那基本上也是 涵盖也是美国全境 那如果我们知道过去44年 中国大陆都是在内陆试射 那这一次呢 是全射程的一个发射 那当然就是要让美国知道 我有这样的大杀气 你自己看着办 那它基本上是改用 运输起速发射一体车 那可以有快速无依托的 机动发射能力 所以大大提高了隐蔽性 跟机动性 简单讲美国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查出 发射的具体位置 只大概知道在海南岛 广东战江这一带 所以就是难以预防 难以预防 那中国的东风导弹 它早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导弹 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 44年前1980年 中国大陆就是发射了东风5 东风5可以飞一万三千公里 这个是第一次全射程的 这个洲际导弹的发射 那东风31A你可以看到 它的基本管就是一万一千两百公里 所以基本上 这次都是属于洲际射程 那后来还有做出东风四腰 甚至有人讲到东风五腰啦 不过基本上东风四腰的发射 至今没有人看过 只有看到这个简阅 阅兵的时候有看到 大概只有这样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中国的东风系列是一个全系列 它这个东风三就可以射到关岛 所以一般把它叫做关岛快地 那东风21 它基本上是可以变轨 有蛇形机动的这样的能力 那基本上它可以射到 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中间的任何区域 所以是防不胜防 这个东风21 一般人家把它叫做航母杀手 那当然后来还做出了超高音速导弹 东风17 那因为它速度很快 防不胜防 所以也是航母杀手 所以航母杀手就有两款 东风17 东风21 然后东风3是关岛快地 东风5 东风31 东风41 都可以达到美国的本土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东风31的造型 它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那它的弹长是13.4米 这个是基本管 那它的导弹的总重量是42吨 42吨 所以命中的精度是300米之内 所以坦白讲精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是核弹头 核弹头300米已经够准 因为核弹头是以消灭一个城市为准 这样的一个打击 这个就是东风31AZ的照片 就基本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动车辆 那它只要开到任何地方 它就可以竖起来 然后就可以立即做发射 使用了八轴的 这个越野卡车的底盘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神龙不见尾的还有东风41 那东风41它的导弹的总重量 就高达60吨 那弹长就更长了 那最可怕的是它的命中精度 只有100米 这个相当可怕 那射程呢 14000公里 也是涵盖美国全境 那最可怕的是 它可以装10个核弹头 而且一样 到了尾速的时候 它不仅是超高音速 而且也是蛇形机动 所以也是基本没有办法防御 这个是2019年 阅兵第一次出现 这个是东风41的照片 这个阅兵的时候出现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要发展 这些洲际导弹 这个是台湾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 黄恩号副研究员的一个报告 我们从41就可以了解31 中国目前拥有的陆上洲际导弹 东风41 还有潜射的弹道飞弹 巨浪2 还有战略轰炸机 我们说轰6N 那目前应该也做出了轰6K 基本上这个叫核武的三位一体 也就是说它可以陆射 也可以潜射 也可以空射 所以陆海空都可以发射 那这个当然就是防不胜防 那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就是 它三个方向都在发展 那通常核武大国都会求这三个方向 的同时发展 那只是相对的优劣是有别 如果是巨浪2 用潜射潜艇发射 很可怕 它最大距离可以射到一万两千公里 那我们知道潜艇可以开到海上 所以基本上也是涵盖美国全境 那它可以攜带 三到六个核弹头 那轰6N呢 基本上它的作战半径有四千公里 这个大概打不到美国啦 不过上次 我们知道这个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做联合演习啊 结果我从看起来这半岛起飞 那就飞到了阿拉斯加的海域啊 那也有轰6的中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所以基本上三个都有 那中国大陆大量的开始发展 31A机跟4E啊 因为它可以用火车来运输 那有大量的隧道来做隐蔽啊 所以不容易被发现 因为以前啊 它是固定式的 那你就会可以看到它的发射机 那现在是机动式的啊 所以不知道它在哪里啊 不知道它在哪里啊 那这个当然就是为了要发展 二次的核打击的能力啊 那飞行中可以调整轨迹 攻击不同的目标 所以更容易避过高空的拦截啊 那可以进行核打击啊 那还有另外啊 至今为止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不容易的地方啊 东风41至今没有出现过失败的记录 那因为它包括美国全境啊 所以美国更加注意 那大概媲美美国的等级就是 我们讲的民兵三啊 或者叫义勇兵三 这个美国这一型的 还有俄罗斯白羊M 这一型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这个时候 射特别有意义啊 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的对比啊 你可以看到东风41 这次不是41啊 这次是31AZ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年份都是比较新的啊 这个31AZ年份也是在2000 2010年左右啊 那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民兵三 或者义勇兵三啊 它是1970年服役的 那俄罗斯的白羊M 它是1997年服役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东风31AZ 或者是东风41啊 比美国新了至少四五十年以上 新这么多 所以它的故障率当然比较低嘛 因为美国去年啊 民兵三曾经做过一次发射 结果失败 让美国一度很紧张啊 那幸好在今年 三月发射成功了 表示说这个 1970年代的弹头 目前拿出来发射 还是堪用的 那俄罗斯就很麻烦了 俄罗斯是1997年 白羊M 那俄罗斯最近两年 做了三次发射 通通失败 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发射了 东风31AZ 那如预期射到了目标 俄罗斯也被通知了 那俄罗斯只说了两个字 尊重 事实上我跟各位讲 我们如果从战略威慎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中国跟俄罗斯 现在目前是同一个圈子 所以如果俄罗斯战争扩大 那联动到北约介入 那俄罗斯当然要有 杀手气在手上 结果你最近连续三次发射都失败 你心里是不是会害怕 美国今年三月发射成功 就有跟俄罗斯耀武扬威的底气 所以如今中国大陆这个东风31AZ 发射成功 这个坦白讲 是帮俄罗斯拉回一层 拉回一层 所以有这个作用 有这个作用 所以它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这个就是俄罗斯发射失败的样子 这个是俄罗斯最近发射了萨尔玛特 萨尔玛特就是撒当二行 结果竟然在它的发射基地整个爆炸 这很惨的一个事件 那另外很多人就会问 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射东风31AZ呢 我相信它绝对不是为了俄罗斯发射的 它是为了亚洲的战略平衡 这样的一个目的 来展现它的杀器 事实上CNN就是这样报导的 它说区域的紧张越来越明显 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有人就在猜到底用意何在 首先因为美国最近非常的积极 它本来9月15号要在菲律宾 撤走它射在那边的中层导弹低风系统 结果美国现在突然之间说它不撤了 也就是说它要把菲律宾的中层导弹永远放在菲律宾 而且还可能在别的地方射 而且它目前正在强力的游说日本 也让美国能够在日本六个地方来设置中层导弹的低风系统 那中国大陆非常的不高兴 日本现在还没有答应 不过美国就是希望能够在有美军基地的地方 来加装低风飞弹 这是一个 所以中国大陆很生气 所以就有人说 中国大陆选这个时间来发射 东风31AZ的洲际弹道导弹 就是在对美国做出警告 说你不要以为你用中层导弹 那我对你都无可奈何 我事实上可以直接打你的本土 那另外一个考虑 这有人在讨论 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射洲际弹道导弹 那就有南韩还有新加坡两位教授 他们的观点其实有点类似 他们就说 如果有台海冲突 那美国 美国可能会乐见台海冲突 因为美国就是在周边 发动周边国家 日本 还有他的美军基地 来对台湾做一定程度的协助 反正就是耗损中国大陆的军力 那这种思考 对美国一直是鹰派的想法 那如今中国大陆 决定展现他的肌肉 直接把洲际弹道导弹 表示我可以射到你家 那你还要搞这种台海冲突吗 中国大陆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台海冲突 美国要介入 不管是美军基地 或者是其他的战略轰炸机 你选择介入 那对不起啊 你美国本土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你可能也会变成被攻击的目标 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 所以这个韩国的 这个伊斯利 这个李雷夫教授他就说 如果直接干预台海冲突 那美国本土可能会遭到攻击 他同时也是在对美国的亚洲盟友宣告 中国有能力 同时进行多方面的作战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第一岛链中国大陆可以用东风17 他的作战舰 或各种火炮来跟你作战 可是他同时也可以用洲际导弹 直接导到美国奔土 所以新加坡的教授 这个Drew Thompson 他就说 中国就是在跟美国示威 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如果真的介入台海冲突 那对不起 美国本土可能也会变成战场 大概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台湾有一个战略学者叫罗庆生 他也写了类似的观点 他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他说大陆四射洲际飞弹 台湾跟美国看懂了吗 我相信赖清德跟民进党肯定是看不懂 可是美国 我认为美国会看得懂 意思很明显 就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你美国要介入 那对不起 美国本土可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因为美国本来的想法就是说 他就搞代理人战争 让台湾日本菲律宾 跟中国大陆打一打 那他就可以置身事外 那反正我就削弱你的战力 可是如果中国大陆打了洲际导弹 向美国展示说 这恐怕不是代理人战争 罗庆生他就说 破解美国代理人战争的策略 上策就是把战火引到美国身上 也就是说 战火一旦点燃 你美国也会被火烧到 那所以呢 你想要保持安全距离 对不对 只让代理人来消耗损我的军力 我就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得逞 我会让你的本土 也陷入战火之中 那看你要怎么办 我觉得罗庆生这个观点 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就威慑的角度来看 美国可能会因为 东风3-1 AZ战略 这个洲际导弹的发射 使他对于介入台海战争 更加的谨慎 甚至会认为 台海战争 恐怕不是他所乐见 因为可能会使自己的本土 都卷入这个战场 他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同样 杨永明老师 他更直接了当 就写了这个标题 他说东风飞弹 将改变台海的情势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得 美国本来有一些鹰派 认为可以在台海第一岛链内 来搞代理人战争 让台湾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 或者菲律宾 或者日本 可是如今 中国大陆打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那你美国也会卷入战场 战火会烧到你的本土 你是逃不掉的 所以 你最好不要 在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 试图要出兵 或者用其他方式 来帮助台湾 打这一仗 那实际上更根本的 这个当然就值得观察了 会不会死的美国 发现 台海战争这一场战 根本就不该打 或者是说第一岛链 代理人战争 根本就是不可行的 所以还是及早 跟中国大陆 来 在战略上 战术上 来展开一个新的谈判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个时间点发射 它就有特别意义了 2024年发射 我们知道台海冲突最可能的时间点 是2027年 因为2027年 是中国解放军 成立100周年 8月1号 而且也是习近平第三任 届满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赖清德 他刚好又要竞选连任 这样的一个台独总统要竞选连任 碰到了解放军建军百年 还有习近平主席 要进入总书记的 可能第四任 或者第三任完了 那两岸势必会进入一个相当紧张的状态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在2024年 做洲际导弹的发射 就是希望 借由这样的一个战略威慑 希望美国能够看到 然后及早做出战略的调整 然后来调整它2027 如何面对两岸最紧张的局面 可能要及早提出不同的做法 因为中国大陆早就跟美国提过了 你要把不支持台独落到实处 要把你不要武装台湾 要把请你来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那美国要赚钱啊 所以军售是不可能停止的 可是美国会不会认知到 台海战争 它是不能轻易挑起的 因为它会被卷入啊 所以呢 它是不是会及早 就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这样的一个想法 来提出一个战略的思考 那准备来跟中国大陆做一个 比较高度一个 具有更世界局面的一个交易啊 那这个显然值得大家 这个谨慎的关注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